四十张专辑的每一首主动歌先拿出来 怎么新选呢?你一晚要唱四十首歌吗? 数学上有一个方法叫做消去法 请大家排排站了 站好之后呢 我再说您不太受欢迎 您先退下 您比较难唱 您也走开 您这个歌词不好记 您也离去 Hello Melody 早晨有意思 你好我是Bivian 温慧欣 今天Melody 掌声有请 说真的我是非常非常之兴奋的 因为这个歌手说要来马来西亚开场的时候 我自己是第一位在我们工作的group chat 说哇 陈生竟然要来马来西亚了 我要去访问他 我是真是 好久好久没有在工作上这么的积极了 所以今天的掌声有请 我们有请即将在4月15号 会来到马来西云顶世界开唱的陈生生歌 Hello 圣哥早安 大家好 朋友们大家好 我最佩服马来西亚的朋友就是 他们可以在瞬间转换任何一种语言 那刚刚Vivian跟他的狗用英语说话 然后用普通话跟我们聊天 然后他刚刚用狂狂瓦跟听众朋友聊天 而且他们瞬间就转换语言 你们不会错乱吗 OK 佳兰 佳兰 就散步 圣哥好厉害哦 歌单的时候会不会有难度呢 哦 我这些年的歌单啊不管是 只要是这种比较大型的 通常有一个方式就是 40张专辑的每一首主控歌先拿出来 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那就有40首了哦 怎么筛选呢 因为你一晚要唱40首歌吗 确实是 在台北的跨离演唱会是42首 哦 对 所以它几乎差不多是5个钟头的长度 嗯 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这个困境 数学上有一个方法叫做消去法 通常都是请大家排排站的 站好之后呢 我再说 您不太受欢迎 您先退下 您比较难唱 您也走开 您 这个歌词不好记 您也离去 大概的状况是这样的 哦 所以就是做一个减法这样 所以肯定会留下那几首是 大家可以一起大合唱的 比如讲说 可能北京一夜啊 把悲伤留给自己啊 应该有在那个榜单里面吧 对吧 你看多可恶 这些人 永远都站在那个地方 不动声色 一副内容说 没有我你怎么办 我就为止梦想 开一个演唱会是 唱所有每张专辑里面 最冷门的歌 难道我自己都忘记的那种 简直就是砸砖块自己砸脚 因为第一个反应的一定是乐团 代人说 我们干嘛练那些都不会再唱的歌啊 你想想那为什么当时一定要写这些歌呢 一定要当时的地缘 背景环境的种种的因素 才会写起来的啊 那如果这些歌都是你的小孩 剩下有四百个小孩站在你面前 好薄哦 为什么我都不能带出场呢 他们很奇怪吗 对啊 我有时候会觉得 替这些小孩们觉得很冤枉 我很好奇一件事 就是你们在舞台上唱了这么多年 其实你们站在台上的时候 其实你们希望来看的人会是谁 或者是你们站在台上的那一刻 你们看到了什么 我最近的演唱会常出现一种断片的现象 比如说一个演唱会换了三套衣服之后呢 回来我看到挂在公司的那些拿回来的衣服 我就问同事说 这两件有穿过吗 确实有穿过 但是都走神了 其实是后来我的乐团说 他们也会发生这种情形 比如说有四十首歌 可能有二十首忘记弹过 我们把它称之为自动导航 真的因为有些歌太熟了 就是顺便的就过去了 所以这个衣服的事件其实是告诉我说 我刚开始演唱会的时候呢 其实我是专注在这个线上的 可是当进入演唱会的时候 一直到结束 这个中间片段空掉 不见 走神了 抽离了 就是这个事实 你越熟的歌 越觉得他好像没唱过 当你真的发现这件事情 你当下的感觉是什么 我现在要学会把自己唤醒 就是在演唱会的某一个歌上面去找一个据点 比如说你跟乐团对应 说不定乐团我都某个吉他手 他正在抽离的状态 那你跟他对应一下 事后我们再来谈一下说 我是不是刚刚有跟你打过招呼 大概是这样的 那其实一直以来声歌都有着音乐顽童 不老顽童之称 那对你来说 什么样才是老呢 这是别人发明的 我比较喜欢我自己是农夫 音乐的农夫 我本来就是这样子在做事的 比如说有些搞音乐的朋友会跑来 跟我聊天的时候 你怎么不烦呢 一年还要出一张两张专辑 你都不烦吗 其实是这样的 因为我家是种田的 我从来没有看过爷爷跟我爸爸在种田 都看了几十年 我从来没看他们做过梅桶 就看到到这成长 然后收歌到成熟 烦不烦 不知道 那是你的生活的一部分 我感觉我已经是这样的意味 这已经是在DNA里面 就是在你的血液里面 本来就是这么做 那其他外面的人要讲些什么 他们要称号一些什么 就是我就做回自己好了 今天短短时间 对啊 跟申哥聊天 我觉得哇 真的是每一道问题都听到了好多好多的故事 当然就在四月十五号 在云顶世界呢 申哥就会来到开场 就是这个他乡为主题的演唱会 就在晚上八点三十分 如果大家还没有买票的话 一定要去到这个 RW跟Ting.com 或者是 My.BookMyShow.com 那边去购票 到时候我们再见 谢谢申哥 今天你的时间 跟我们做了这个访问 跟我们聊了这么多有趣的事情 感谢 再见